非要精诚养 大笑不缺养 欢迎收看由宇宙养飞老字号 京都念慈安独家冠名的脱口秀大会 哈喽 大家好 我是Rock 对于第一次见到我的朋友 我有必要跟你们解释一下 我不是天生就这样 我受伤了 我是因为跟这帮脱口秀演员 打篮球伤成这样的 没想到吧 现在喜剧演员压力都这么大 而且你知道 喜剧演员是不会停止跟你开玩笑的 我刚受伤的时候脚肿得特别大 然后这帮人围上来 建国说 哎呀 你这脚 总得比你拱二头肌都大了 池子说 哎 没事 你这脚踝它就是长大了 淡淡看着我这护具 哎呀 你新买这凉鞋不错 只有菲菲老师特别好 一点都不嫌弃我 非要拉着我去蹦迪 啊 医生说我是丝脱性骨折 我也不知道会恢复成什么样 但我还是有行动能力的 我刚才还自己去了一趟卫生间 在里边哭了半个小时 所以我觉得真的不要总是真第一 对吧 真来真去 很危险 您不觉得人生往往就是这样吗 啊 当你跳到最高的时候 你会忘了自己还要落下来 而且还很有可能会踩到别人脚上 那本来这一期我就打算休息了 对吧 我觉得老天爷已经在暗示我了 暗示的也比较明显 对吧 那 但是我在床上躺了两天 我发现我真的还是很渴望 站在这个舞台上 哪怕只有一只脚 我想到的第一件事是 完了 我肯定不能再参加节目了 毕竟前两期我录得还不错 他们说如果我能继续站在这个舞台上 那就算是一只脚已经踏入娱乐圈 那我受伤之后想到的第二件事是 我可以讲我腿瘸的笑话 比如说我最近喜欢上一个姑娘 但我一直没有联系她 因为我现在真的不想追任何东西 其实我不是一个很拼的人 我也不想争什么第一 我只是想做到我所认为的一个喜剧演员的标准 可以勇敢地对一切痛苦开玩笑 对吧 我们常说喜剧的内核是悲剧 但我觉得真的没必要比惨 对吧 我不想告诉你们我有多惨 我不想告诉你们 我在一条腿上卫生间的时候 看起来有多像一条哈士奇 我也不想告诉你们 这个破凉鞋穿起来有多费劲 我要撅在那儿花十几分钟才能把它穿好 穿好了才发现 我忘了先穿裤子 我想告诉你们的是 我觉得喜剧改变了我看待痛苦的方式 我受伤之后反而觉得自己更乐观了 你看我现在干什么 我都是奔奔跳跳 特别欢乐 而且我现在再不怕地铁里人多了 在我看来 地铁里根本没有人 只有还没让出来的座 你想他人再多 不都是给我站座的吗 如果有人不给我让座 我就会用我道德的双拐 处在他面前 处到他灵魂的深处 谢谢大家